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奉主耶稣圣明读经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在这里呢 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要来之前的一些现象 保罗在告诉贴萨罗尼家的教会 末日会有哪些的现象呢 其中有一个现象就是离道返教的事 离道返教什么叫离道返教 这个词呢 它是一个政治或者是军事的叛变 离道返教在当时是用来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一种叛变 那在这里它是指贴逆神 背叛神 抵挡神的邪恶势力 是指宗教上的叛逆 所以这里的离道返教是指宗教上的叛逆 我们今天我们普通的信徒一般都认为 教会是神的家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信仰 彼此的相爱 教会应该是一片净土 应该没有纷争 没有伤害 没有分裂 没有这些事情 但是呢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呢 教会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 所以很多信徒呢 不理解 为什么教会会有出现一些反抗教会的事情 跟教会做对的事情 甚至以前很有爱心的人 很有影响力的人 为什么会跟教会做对呢 所以我们大家觉得 出现这样的事情 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们不能理解 所以有的人信心逐渐冷淡了 甚至软弱了 甚至说 哎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下面呢 我们看圣经里 他对这个现象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说 其实在两千年前 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言了 有这些事情将要发生 我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平的十三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 急着人睡觉的时候 有仇敌来 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到长苗土碎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 天主的伯人来告诉他说 主啊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 从哪里来的败子呢 主人说 这是仇敌做的 伯人说 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 主人说 不必 恐怕薅败子 连麦子也拔出来 融着两样一起长 等着收割 当收割的时候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先将败子薅出来 捆成捆 留着烧 没有麦子 要收在仓里 我们再看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他回答说 撒好种 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田地就是世界 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撒败子的仇敌 就是魔鬼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 用这个败子的比喻里面 他就已经告诉我们 将来在教会 会有魔鬼撒旦 在教会里面 放置他的人 也就是说魔鬼呢 他会把一些 给他留破口的 他的工具 放在教会里面 而且 跟 他这里讲到 败子跟麦子一起长 有的时候是一起长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今天的教会 有魔鬼撒旦的工作 跟我们想象的一片净土 它是有一个差距的 因为魔鬼不甘心 他要在教会里面捣乱 我们再来看马太平的第七章 马太平第七章的十五节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这是主耶稣讲的 耶稣讲的说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 就是指将来在教会里面 会有假先知的出现 我们再看马太平的二十四章 马太平的二十四章 二十四节 马太平二十四章 二十四节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那么这个假基督 假先知起来 显神迹骑士是在哪里呢 在教会 所以连信徒都受迷惑 所以耶稣就预言 将来末日之前 在教会里面 会出现假基督 假先知 是信徒受到了迷惑 我们再看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二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 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 也必有人起来 说备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 跟从他们 保罗在跟 以乎所的教会的长老 临别的证言里面 他就已经预先 预言到 将来教会会有什么 在你们中间 就是你们这些长老当中 就有可能会说 备谬的话 引诱门徒 跟从他们 离到凡教 这是保罗对 以乎所的长老所讲的话 我们再看提摩太秦书 第四章第一节 提摩太秦书 第四章第一节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 引诱人的邪灵和 鬼魔的道理 这都是在教会 发生的事情 有的人会离弃真道 听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可见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它会借着人 在教会里面去传播 有的人 有的人就会受到了迷惑 好 那 我们再看 约翰一书二章18到19节 约翰一书二章18到19节 小子们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在教会里面 从教会里面出去 末日的时候 会有这些现象 这是我们看到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些现象 我们不要惊讶 不要不可思议 不要无法理解 不要心心软弱 不要爱心冷淡 为什么 这是圣经的预言 一定要在这个末日的时代 去应验的 如果没有应验 那神说话就落空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 看到教会里出现了 这样离道返教的事情 我们不要惊讶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我们刚才读的 马太平13章39节说 这是魔鬼的作为 魔鬼他撒的败子 有没有 他在教会里面 撒这个败坏的种子 所以今天 教会会出现离道返教的事 是跟魔鬼有关 魔鬼他利用人 在教会里面 破坏弟兄姐妹的信心 他在教会里面 做搅扰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现象的背后 它是一个灵界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今天信主以后 我们是属圣灵的 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物质界之外 这个物质界的背后 还有一个灵界 今天物质界的现象 往往是背后灵界的作为 灵界的作为 那个灵是看不见的一种视力 像今天魔鬼在教会工作 我们看不见 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会借着人 在教会里面 做搅扰的工作 所以这是魔鬼 在教会的搅扰 不是神 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搅扰 乃是仇敌魔鬼 那魔鬼搅扰人的目的是什么 他在教会里 为什么要弄这些拜子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马太平的 二十四章十到十二节 马太平二十四章十到十二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且有好先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且有只因不法的事 增多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 假基督 假先知 离道返教的事出现 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跌倒 叫信徒跌倒 还有呢 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还有呢 迷惑人 让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他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今天在教会 你看到离道返教的事情 你会觉得 哎呀 这个教会怎么了 教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会信心而弱 甚至都会打击你的爱心 打击你在教会做工的爱心 本来我们今天心里火热 常常不是主 对不对 哎呀 看到这种现象 你心中的火热没了 你也不想在教会参与事逢了 爱心渐渐冷淡 还有的人就跌倒了 甚至呢 彼此恨恶 本来我们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的 但是呢 因为这样的事情出现 开始互相争斗 讲一些难听的话 甚至讲一些攻击的话 这个我们大家有的人都在体验了 对吧 本来我们都是很好的弟兄姐妹 没有想到说 因为道理的不同 开始互相的怎么样 攻击 互相的谩骂 这就是什么 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还有很多的信徒呢 不知道受迷惑 觉得他那样有神机有歧视 迷迷糊糊就跟着走了 受迷惑 为什么受迷惑 因为他这个有行神机歧视 后面他也讲了 显大神机大歧视 是不是 倘若可惜连雪眠也就迷惑了 行神机歧视 人就容易受迷惑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 你的信仰是非常浅薄 那么你很容易被假基督 假先知所诱惑 一旦受诱惑 你就很麻烦 连得救都成问题 这是我们看到说 出现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 就是魔鬼的工作 就是魔鬼的工作 而且他的目的是 搅扰教会 那有的人说那神在干嘛呢 神难道不管这个事情吗 神为什么会允许教会有这样的事情产生呢 我来看生命纪的十三章 旧约圣经生命纪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生命纪十三章第一到第三节 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 向你显个神迹奇事 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侍奉他们吧 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 因为这是耶和你们的神 试验你们 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 爱耶和你们的神 不是 我们说这种现象的背后有魔鬼的工作 但是有经过神的允许 那么神为什么会允许教会出现离道返教 这个假基督假先知在教会进行搅扰 神是为了试验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明白 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如果你跌倒了 那你就没有经过考验 如果你受迷惑了 那你更是没办法 如果你看到这些现象 你的信心不受影响 你反而更加坚定你的信心 你看到这些现象 你更加坚定的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 不然你看不到这些事情 你觉得圣经讲到末日 被有假基督假先知出现 我们怎么没看到 神让我们经历这些 祂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 是为了增加我们属灵的经历 虽然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这些 确实的 教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心里是很难受的 我们不想说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有这样的事出来 但是我们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不要灰心 不要冷淡 不要软弱 不要受迷惑 反而要怎么样 坚定我们的信心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是神对我们的考验 看你是信神还是信人 他这里你看讲了 看你是不是尽心爱以后 你的身如果你没有尽心 你跟着人就跑掉了 如果你没有尽心 你就跟着人跑掉了 如果你是真正爱神的人 你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本质 你不会受迷惑 你也不会离开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 出现这些现象背后魔鬼的工作 但是有神的允许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哪一些人 下面我就来讲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注意听 就是什么样的人 会被魔鬼利用 成为搅扰教会的人 成为离道返教的人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这样的人 离道返教的人呢 第一个就是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个石头行传的二十章三十节 保罗对这些长老说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 被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你们中间 因为这是谁呢 长老 保罗把这些长老们都召集起来 当时的长老是教会的管理者 保罗传福音在各地设立长老 他叫提多 也是在各城设立长老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管理教会的重担 是落在长老的身上 那保罗有告诉他们 你们很容易被引诱 很容易说被谬的话 引诱门徒跟从你 本来长老代替神管理教会 是应该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 但是呢 有可能他会被诱惑 被利用 把弟兄姐妹 带到自己的面前 跟着自己走 跟着人走 为什么 因为他有影响力 所以在教会中担任重要职份的人 比方说负责人 圣职专职 这些人都要非常小心 因为都可以成为魔鬼手中 来搅扰教会的工具 因为他们的影响力 可以破坏整个教会 一个平平的信徒 他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先不起风浪 他的影响也没那么大 所以保罗特别交代说 你们这些做长老的 要谨慎小心 因为魔鬼撒旦 就是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在教会做破坏的工作 我们可以去看整个教会历史 包括我们有许多的教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凡是分裂教会 凡是离道反教的人 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周边地区 还有我们有一些教会已经经历这些事情 在教会反叛 对抗教会的人 都是有影响力的人 不是普通的信徒 所以魔鬼很厉害 他要用人 他一定是用那些热心爱心 有影响的人 抓住他的一个弱点乘虚而入 然后成为他手中的工具 来破坏敌对神的教会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31节 路加福音22章31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这里耶稣对彼得说的 想要得着你们 是指哪些人呢 使徒 使徒是初期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人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这些使徒 要小心 撒旦要得着你们 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把你们放在患难当中 把你们放在极大的诱惑之中 今天很多有影响力的人 跌倒是出于诱惑 出于各种的诱惑而跌倒 所以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 想要得着有影响力的人 好 所以在教会的重要的同工 负负责人 甚至都有可能被迷惑 而且往往出事的 分裂教会的 离道返教的 就是这些人 我们看看我们厦门教会 也是这样子 长老 有影响 其他地方的也是啊 负责人 其他地区的教会 很多就是负责人出问题 教会开始分裂 公开跟教会作对 好 那这是一种 有影响力的人 还有第二类的人 就是骄傲的人 好 我们看看 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监督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 恐怕被人毁谤 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这里讲到骄傲 如果一个有影响的人 他有骄傲的心 那这下是真完了 他就会容易被魔鬼利用 因为那离道返教的人 他是什么 自高自大 高抬自己 我们看的那个贴三论一家 后书第二章 三到四节 第二章三到四节 我们刚才读了第三节了 人不就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贤露出来 他是敌党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离道叛教的人 反教的人 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骄傲 高抬自己 认为我最厉害 你们谁都不如我 这样的人 就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高抬自己 自高自大 我们再看民数记的十六章 旧约也有出现这样的事情 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三节 另一位的曾孙哥侠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和流遍子孙中 以利亚的儿子大丹雅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 就是有名望 选入会中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说 你们擅自专权 权会中 各个既是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 耶和华的会中呢 你看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人 这些人什么人 有影响的人 立位的曾孙 而且他这个是 以利亚的儿子 还有以色列中250个首领 你看到吗 又是立位人 又是首领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反抗 这些人很有影响 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反叛呢 我们看第八节 摩西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耶和华帐幕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起为小事 你们还要求祭祀的职任吗 摩西的一句话就道破了 可拉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可拉 他是立位的曾孙 他不是祭祀 祭祀是亚伦和他的后裔祭祀 那么他这个可拉呢 他是协助祭祀在做圣殿的工作 他其实是杠台圣物的 圣殿就是那个会幕里面的所有的这个东西 他们在移动会幕的时候 那些东西是要可拉人 他们可拉这个族的人要用杠台的 那么其实这些人他是最接近祭祀 但是他们在祭祀手下做事 那所以他们起来要攻击摩西和亚伦 他们想要得祭祀的责任 所以摩西一下就看透他的目的了 你想做祭祀 你骄傲 你认为你可以 凭什么你这个亚伦做祭祀 我们就不行 我们要在你的手下做事 我们要按照你的吩咐 250个首领说凭什么你摩西你来管我们 我们也可以的 我们可以自立 我凭什么要让你来管 好我们有各个支派 我们在各个支派里有各个的这个 各个的这个一组一组的 一赢一赢的 我们可以自己管啊 我凭什么让你来管呢 你看到吗 他们公然反抗 神让摩西亚伦给他们的权力权柄 跟他们对着干 他们认为反抗的是人 其实背后反抗的是神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在教会 我们不要认识说我今天反抗的是人啊 我不会去反抗神 请问这些人谁给他们的权柄 他们做教会的这个管理者 这是神给他们的权利 因为所有的权柄来自于神 如果你今天跟教会的权柄公然作对 你就是在反抗神 你不要说你反抗的人啊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对教会的各种的管理 还有我们教会所做各种的事情 我们不要单单只认为说只是人在做而已 其实这个背后是神在做 神借着人来在教会里完成他的工作 今天你不顺服 你反抗人 你就是反抗神 所以我们一直要求弟兄姐妹 要顺服教会的决意就是在这里 当然你对教会的决意 你有意见可以提 对吧 我们可以提我们可以商量 但是你不能站在对立面公开作对 用这种的方式来跟教会对抗 错误的 因为当然教会是人嘛 人有人的局限性 有一些事情有可能做的 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完美 没有没有刚好想到你的那个方式 你可以提意见 我觉得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 可以提 那我们提了意见 教会去讨论 但是一旦教会的决意下来 其实我是希望弟兄姐妹 我们要顺服 不要去反抗 我们今天教会做一个决定 说实在的 我们不是轻易的 你们平时不知道 你们看到我们 暗息日才看到我们 其实我们私下里做了多少的工作 你们不晓得 我们为了一个决定 我们开了多少次的会 我们研讨了多少次 我们到外地去访问 去征求各地的意见 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们能今天做一个决议出来 今天在教会做一个决议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至少十个人 最少也八九个人 甚至二十几个人 我们是很多人经过多次的讨论 所做出的决定 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是想说 我们今天经过这么多的讨论 我们也相信圣灵在我们中间 相信神的灵在我们中间 因为被神谨选的人 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和引导 做出的决议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先顺服 不要去对抗 你对抗的结果就是对抗神 你就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给教会带来搅扰 给弟兄姐妹带来伤害 破坏教会的形象 所以说骄傲是很可怕的事情 神的工人 包括一个骄傲的人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平时不要听你教会的 我要独立独行 我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 那你如果是这种心态呢 那这个魔鬼就进入你的心了 你知道吗 因为魔鬼就是骄傲的天使 魔鬼的本性就是骄傲 当你有骄傲的时候 魔鬼就进入你的内心 让你不断的自我膨胀 让你看不到自己的软弱 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认为自己很厉害 认为自己很好 认为自己最完美 你们都应该听我的 这样是非常可怕的 这样的表现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一个神的工人 开始骄傲的时候 你就知道魔鬼已经入了他的心 已经入了他的心 本来一个很谦卑的人 后来变成一个很骄傲的人 这已经 你就可以判断 他已经被魔鬼在利用 已经被魔鬼在利用 所以说 我们大家也可以判断 你看主耶稣说 你们要观果知数 你要看他的行为 通过行为来辨别 他是真假先知 一个狂傲的人 一个发狂的人 你觉得他是神的仆人吗 神的仆人一定是很谦卑的 不是很狂傲的 不是说今天教会 他一个人说了算 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 我最近就是跟我们教会一个 有影响的人 我在跟他接触我发现这个人变了 以前是非常谦和的一个人 现在整个人变了 教会我说了算 我说这个房子能过户就能过户 我说这个房子不能过户就是不能过户 我说你什么原因拿出来 没有原因 我说了算 不讲道理啊 真的我简直是 不敢想象以前一个很谦卑的人变成这样子了 没有任何理由 教会用他的名字买的房产 我们想说都要过户到教会的名下 我们这是开会会议决定的 他就是不配合 他就是不过 我们为他什么原因 我说不过就不过 我是什么什么人 我是教会的负责人 你们都要听我的 就是这样 非常明显 就是明目张胆就讲这些话 我不是撒谎 我都有录音的 明目张胆的就这么说 我是教会的负责人 你们都应该听我的 我说过户就过户 我说不过就是不过 我全程都给他录下来 我都不敢想象 怎么可以变成这样 你说这不是魔鬼在利用吗 我们很多人还同情 还跟着受迷惑 看不出来吗 连这个样非常太明显的了 非常的狂傲的一个人 你还要跟着他干什么 他已经被魔鬼迷惑了 你还要跟着他干什么 魔鬼的结局就是他的结局 硫磺的火壶 受和假限制所在的地方 魔鬼所在的地方 你跟着他就是跟他一起的结局 所以我们大家要擦脸眼睛 这种的人不能再跟 骄傲的人 那还有一种人就是贪心的人 贪心的人也容易被魔鬼所利用 在教会做骄傲的工作 圣经里面的犹大就是一个例子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你知道这十二个门徒是怎么选出来的 不是随便抓就抓出来的 不是的 也不是说耶稣自己选的 因为当时耶稣在说很多人跟着他 不是耶稣自己选的 是耶稣经过整夜的祷告选出来的 我们看路加平的第六章 路加平第六章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大家看这些经文 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很多 但是耶稣从这些门徒当中选了十二个人 称为什么使徒 这个使徒是什么 特派传神的福音 这些使徒后来成为教会 初期教会的管理者 核心 其中有谁呢 十六节 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卖主的加列人犹大 为什么这里写这样子 因为这是后来写的 后来写的时候 那个时候知道犹大已经卖主了 但是耶稣当时在拣选犹大的时候 犹大是个很好的人 不然怎么会把他给选出来 而且耶稣是经过整夜祷告 这就说明不是耶稣自己的意思 是神的灵在带领他 把犹大选出来称为使徒 所以犹大当时的信仰也是很不错的 但是因着他的贪心 他管理钱财 因着他的贪心 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我们看这个约翰飞音的十二章 约翰飞音的十二章 有一个门徒 第四节 有一个门徒 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列人犹大 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 洲际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他是个贼 又带着钱囊 长取其中所存的 看到吗 犹大管钱 好 我们知道管钱的也要信得过的人哈 所以这十二个人当中让犹大来管财政大权呢 这说明犹大表现很好啊 让大家都信得过 所以他让犹大管钱 没想到他借着管钱的这个机会 他去贪里面的钱 长取其中所存的 其中所存他是为什么为自己花 如果他管这个钱是为大家花 这个应该没问题 他说他是个贼 贼的意思就是说不经过大家的许可 他把他拿来用作 用在自己身上 他的贪心 因着他的贪心 魔鬼撒旦入了他的心 我们看这个路加平的二十二章第三节 路加平二十二章第三节 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列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然后第四节 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的 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关系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再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人家他去卖耶稣 人家说哎呀你卖耶稣很好啊 你这个信息透露给我 我给你三十块钱 我们今天认为三十块钱是没什么 你知道吗 当时的三十块钱是奴隶的价格 一个奴隶就值三十块钱 那个犹大竟然答应了 说明他什么 贪的点钱 他贪心 那在约翰宾十三章的二十七节 看约翰宾十三章二十七节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 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 入了他的心 贪心使犹大把耶稣给出卖了 跟主耶稣做对 离道叛教 对啊 这个是背叛 他背叛的是主耶稣 本来在跟耶稣是耶稣的门徒 结果呢 成了耶稣的对立者 今天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你跟教会背叛 你就是背叛主耶稣 所以贪心很可怕 那么我们今天 我们弟兄姐妹哦 除了贪钱之外 还有贪色 贪权力 贪图虚浮的荣耀 当你在教会工作 你有这些贪恋的心思意念 都有可能被魔鬼利用 有的人也是贪财啊 我们也有出现传道 以前啊 应该十几年前 去外地教会募捐 把募捐的钱 把募捐的钱啊 打到自己的银行账户 结果没有报给教会 等人家对方教会 要向当地教会 索要这个收据的时候 当地教会说 你这笔钱 没有到我教会里来 才查出来 原来是这个专职的传道 把这个钱自己吞下 贪心 但是以前呢 以前是不像我们现在很方便 以前就是募捐有的时候 拿现金的 有的时候打到银行账户 所以不方便了 就被人钻空子 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 贪财啊 结果现在怎么样 离开教会 有的人贪恋权力 在教会里面弄权术 他要说了算 他要掌控整个教会 他要使用他的权力 来挟制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也是很可怕的 一旦他的权力受到威胁 他就开始跟教会做对了 就开始怎么样 分裂教会 甚至把一部分人代理教会 我们今天就 有的教会也出现这种状况啊 原来做负责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换戒啊 大家要明白 因为这个负责人 不能一个人一直做 他做久了 他就认为他理所当然 你要给他换还换不下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每几年 四年换一次 四年换一次 就是怕说一个人做久了 他就认为理所当然 我就应该做负责人 我就应该管着大家 大家就应该听我的 想要把它换掉 没那么容易 你把我换掉 我不下来 我带着一部分人走了 我另立教会嘛 对不对 你这边不让我做负责 我自己出去啊 我自己出去给你做负责人 我不需要你管啊 我们今天有的人 为什么跟教会作对 就是不希望 接受教会的管理 他想自由自在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需要接受的管理 他觉得教会的管理 是一种约束 他想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是很可怕的 今天一个人 一旦有不顺服的心 就有反叛的心 一旦有反叛的心 那就魔鬼就进去了 他就会利用你 这种背叛的心理 分裂神的教会 分裂神的教会 所以这个贪图权力 贪图荣耀 这个权力 其实跟荣耀挂在一起的 对吧 你说这个 我都没有权力了 我还有什么面子 有的人为什么愿意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他有面子 如果我被选下来 如果我不做负责任 我多没面子 为了面子 硬撑 为了面子来争 争这个权力 这些都非常可怕 这样的人 就是魔鬼放在教会里的败子 就是魔鬼败坏教会的工具 所以我们 一个是我们自己要学会分辨 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小心 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为神的工人祷告 让神所拣选在教会工作的工人 都能够谦卑 都能够尽心竭力 出于爱神来服侍 而不是出于权力 不是贪图各种虚幅的荣耀 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 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当然我们不希望 教会再出现这种事情 那出现了 我们要不要灰心 不要失望 因为这刚好应验了圣经的预言 我们借着这样的事情 能够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 其实使我们的信仰 更加的稳固 让我们弟兄姐妹的信仰 要建立在真理上 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 不是建立在神迹启示上 你一定要扎根在 耶稣的真理上 只有这样 无论谁来诱惑你 无论假先知 假基督 大神级 大骑士 各种的奇谈怪论来迷惑你 你都不会受迷惑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真正的道理 这样你的信仰 才会稳固 而且我们的信仰 才会成熟 所以说碰到这种事情 我们大家要看到这种现象 大家不要惊讶 不要软弱 不要冷淡 反而感谢神 这圣经上写的预言 真的都应验了 让我们去经历 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属灵的生命 更加的成熟 所以说希望弟兄姐妹 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 自己对这种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再一个 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为我们教会的这些工人祷告 求神能够保守他们 不要站在神的对立面 不要成为魔鬼手中的工具 能够在末世的时代 持守这个信仰 那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观看